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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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如何是好 您倒是想个法子呀 沈娘 您就帮帮我们吧 你们两个怎会如此糊涂 大王再不喜 那也是王妃 是长公主和丞相的女儿 沈娘 我们知错了 沈娘 这个王妃一定不会久居宁朔 日后我们若讨得大王欢心 能做个侧妃 定不会忘记沈娘您的恩情的 王妃 卢夫人又来了 那个卢夫人是什么人啊 回王妃 卢夫人乃是府中的管事 本姓冯 是大王身边鲁参军的续贤夫人 暂时在府中指示 她出身于傅家 精明能干 只因为大王忙于军务 从不过问府中内务 故而就由卢夫人做主 那俩丫头 跟她什么关系 她们是卢夫人两年前 从青族中挑选的 来晋身服侍大王 只因为府中从无女眷 又有卢夫人称邀 她们尽以主子自举 还盼着 盼着封个侧妃 难怪 那就让她们在外头多跪会儿吧 何事求见 灰王妃 婢子侍奉大王之命 送两个姑娘前来赔罪她 大王怎么说的 大王说 大王说 王妃想要两个丫头 送去便是 王妃 先前两个丫头不知深浅 冲撞了王妃 这都是婢子教导无方 今日斗胆领她两人前来 甘愿领受王妃责罚 责罚 我何时说过责罚 这话是怎么传的 王妃 其实这两个婢子已知悔改 还请王妃从庆处置 你就把她们带走吧 多谢王妃 逐出府去 我 王妃是说 还要再说一遍吗 我 王妃 婢子明白了 婢子这就去办 走 走走走走走